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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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收看步步维银 我是阿代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這個行情 我相信今天這個行情 很多投資朋友你們都鬆了一口氣 對不對 昨天非常的悲觀 今天又非常的樂觀 我說親愛的投資朋友 如果說你做股票 是這樣子十而樂觀 十而悲觀的話 我說你的做法太辛苦了 真的有一種很簡單的方式 不論行情漲跌 我們都可以持續的保持樂觀 不是嗎 因為有時候行情開始修正 你老早就知道了 所以他真的修正的時候 就是我昨天跟你講的 他真的出現修正 壓回現象的時候 你不會害怕的 因為這個事情 你早就預料到了 你早就已經知道了 所以他真的發生了 你不會感到恐慌 反而你覺得 這一波的修正 是另外一個機會的開始 不是嗎 所以說各位 如果說你行情 你看不懂的時候 你就是鎖定我的節目 不論是漲是跌 我都會一五一十的告訴你 我說我解盤向來都是如此 會大漲的盤 我也很直接了當的告訴你 就是會大漲 會整理的盤 我也不會延 告訴你這個地方 就開始出現整理 我不會為了做生意 而告訴你 哇 未來行情大好 結果他明明就是震盪盤 會下跌的盤 也是一樣告訴你 他就是會進入修正 會修正就是會修正 所以我解盤 我向來都是如此 非常直話直說的人 對不對 所以說各位你看不懂的時候 就是看我的節目嘛 美股在高檔出現季線 回檔修正 我說對台股的影響是什麼 其實我已經跟你講得很明白了 我說這個地方 他會往季線下面做修正 各位不代表 台北股市會全面翻空 只是短線上 我們台股本身 這一段漲多了嘛 所以他會找一個機會 做一個修正 那這個修正 各位我不希望你看待 他是全面翻空 他只是要往120均線 多空分水嶺這條均線做個修正 這條均線 我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很簡單 你就是把你家的系統叫出來 然後設成60分鐘線 然後再把均線設定成120均線 你來觀察就好了 跌破才有機會全面翻空 否則各位這一段的行情 他只是修正後 他還是有機會創新高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說你早就預料到了 其實這地方往下做修正 他還是一樣 沒有問題 你逮到的是機會 而不是恐懼 今天我告訴各位 我直接跟你講好了 今天長五十幾點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這行情 他的修正波還沒結束 我的看法還是沒有改變 美股呢 他是跌破季線之後 引發台股開始往下做回測 這老早這個地方 我就跟你講了 對不對你事後得到印證 好 跌破季線了 對不對 那台股也開始做修正 那今天為什麼會漲 因為很簡單 美國股市昨天跌升了之後 出現一個反彈 對不對 他再度碰到季線這個地方 但是我告訴各位 他這樣子的走勢 並不代表他這一段的修正結束 所以呢對台股的影響 他並沒有完全解除 所以各位你知道嗎 你不是因為看今天行情漲個五十幾點 你覺得哇都沒問題了 老師我不需要你了 股票可以自己做嘛 你自己做做看啦 其實各位我不是要出言恐嚇你或怎樣的 你自己做做看你就知道了 現階段的確有操作上的難度 但是各位我相信你只要找到對的股票 你還是可以賺錢 我們今天會員朋友有沒有賺錢 我直接跟你講我會員朋友今天 亞洲杯這檔股票亮燈漲停板 之前呢我們的堅持都是對的嘛 今天漲停板 所有會員朋友告訴你 我們全部賺錢 行情有出現震盪 但是呢我們的股票 他依然亮燈漲停板 尾巴還鎖了五千多張喔 前面整理完後 這個地方呢開始做表態 在行情影響他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我們一張都不要賣 我們的堅持是不是對的 是不是堅持帶領各位看到更遠的風景 等一下會有VCR為證 在震盪整理過程當中 我請各位你都不要賣 我會全數幫你做追蹤嘛 因為他會到哪裡 所以各位 我能夠幫你賺到錢 能夠幫你掌握到 有些話不能講太明白 等一下講太明白 主管機關又來關切 對不對 所以我告訴各位 沒有問題的股票 我請你們安心抱的 親愛的會員朋友 你就給他好好報道就對了 不會受到影響的 今天你就得到最好印證了嘛 今天是不是漲停板 賺錢嘛 對不對 但是現階段不是所有股票 都可以這樣子做喔 有些股票出現空方式的 各位你稍微避開的 要避開的你就是要避開 那你要怎麼去判斷 你用一般的看盤系統 各位你真的看不出來啊 對不對 4916的四星科 跌了一大段 各位你怎麼知道 哪個地方開始轉空 這個地方的確很不錯啊 但是走空的時候你知不知道 這一段各位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有一個好的系統來幫助你 我說了各位 行情呢 當它很難操作的時候 你用對工具 你就會覺得很輕鬆 這兩標的 這個地方 它為什麼是出現空方式的 各位你來看看 這個地方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嘛 你把系統打開來 這個地方呢 設定為轟炸小球 這個地方設定為轉折力道 有沒有 各位你可以注意到嘛 這條線已經出現綠色線了嘛 出現綠色線代表什麼 代表它開始要走空了嘛 所以剛剛開始出現綠色線的時候 這個地方呢 它告訴你 綠色小球出現了 有沒有 然後呢這個地方 它告訴你 我翻到0軸之下了 代表什麼 代表它要開始走空了嘛 所以這樣子的標的 各位 當三項全部轉為弱勢的時候 你短線不想要去避險 不想要去空它 但是各位 你也要懂得會避開嘛 你避開了 你就不會受到傷害嘛 這一段的大跌不干你的事 這一段的大跌不干你的事之後呢 各位 行情它震盪 你會不會感到緊張 如果說你手上 留有的都還是強勢股 你當然不會害怕啊 你們說是不是 就是如此嘛 你手上今天有股票漲0百 你就不會擔心接下來指數怎麼走了嘛 因為你的股票跟大盤它是不一樣的嘛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懂嗎 不論行情怎麼震盪 你的股票是有辦法創新高 是有辦法帶給你獲利的 那就好了嘛 但是各位 這麼多檔股票 你到底要怎麼做判斷 我說很簡單嘛 利用一種最簡單的方式 用一種最科學的方法 你一看你就知道了 你把條件設定好 哪些股票可以碰 哪些股票不能碰 你不就了解了嗎 1783的何康生有沒有人有 絕對有很多人有啦 為什麼 這個地方前一波 它的確表現不錯嘛 有大漲上來 這個地方我告訴各位 很多人都說他有 結果呢 開始出現轉空 各位你知不知道 你用一般的看盤系統 你看不出來啦 但是各位 你用我的系統你來看 一下子就看出來了 這個地方在綠色線下 有沒有 綠色小球又出來了 然後呢又翻到0軸之下 代表說他要開始進入整理了嘛 他要開始進入修正了嘛 各位你這個地方 你不想要去避險操作的 你也要懂得避開啊 你一懂得避開 你就不會受到傷害嘛 今天航金漲50幾點 他有大漲嗎 他沒有大漲嘛 他還是一樣在弱勢整理嘛 對不對 今天航金大漲有沒有股票跌停板 還是有股票跌停板啊 各位 這些標的你都避開嘛 2206三陽 今天為什麼跌停板 其實這裡他早就跟你講 他準備要開始進入空方整理了嘛 在綠色線下 那A綠色小球又出來又在0軸之下 那各位怎麼辦 代表他走空的嘛 你不要去給我接刀子嘛 你不要覺得說 現在股票跌下來都可以接 如果說各位你這個階段 你認同壓回是機會的話 但是各位我希望你不能夠 不要去認同 所有股票壓回來都可以接 你所有股票都壓回來都可以接 各位你有投到便宜嗎 你接到之後呢 有沒有跌停板 這的確是 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他手上的股票 各位今天怎麼走 今天又跌停了 所以你說這個行情之下 有沒有股票有問題 絕對有 我希望各位你能夠避開 你不要去買到這樣子的股票 你先保護自己 你保護自己了 我說我這個地方自然而然 有多方式的股票可以讓你做選擇嘛 對不對 有沒有多方式的股票讓你做選擇 我說很簡單嘛 現階段我說行情它不論怎麼震盪 絕對有股票它會大漲 我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那事實證明就是如此嘛 我行情不論怎麼震盪 我的確有大漲的股票出現啊 對不對 那重點在於 你能不能夠把這些股票掌握到 這就非常關鍵了嘛 所以說各位 好做的盤 你要用對方法你會賺更多 難做的盤 各位你要用對工具才會輕鬆啊 你能夠避開這些弱勢的股票 你自然而然會很輕鬆 就已經輕鬆一大半了啦 然後接下來呢 把資金擺到對的股票身上 這樣來操作不是更好嗎 有沒有 我一直在這樣子跟你講 現階段絕對股票會大漲 但是我說各位 現階段不代表所有的股票 它都有五成一倍的空間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股票 短線上都會有7%10%的漲幅 所以你現階段該怎麼做 很簡單嘛 你先掌握住價差的一個空間 這個原則 先求價差再圖波段 那你要怎麼樣去判斷一堂股票 它這個地方到底是適合搶價差 還是抱波段 我說很簡單 指標的部分幫你一眼做搞定嘛 出現攻擊訊號 代表什麼 股票開始翻多了 翻多的情況下 我怎麼知道它是要走價差還是走波段 你就交給紅色小球 只要球告訴你我都還在 代表什麼 代表它是有機會形成波段 如果說中間斷掉了你就先做價差嘛 這麼做不就最輕鬆嗎 所以各位 你以為行情來到這個地方 我跟你講這個方法 是在跟你開玩笑嗎 這個過程當中我就不斷提醒你了 現階段你就是先這麼做 先這麼做你才會輕鬆啦 那有沒有股票 這時候開始表態的 我說還是有 絕對有啦各位 每個階段絕對都會有 重點在於各位 你能不能夠掌握到 這兩標的 有沒有我說什麼 打入中國移動 入氣借重台氣的一個技術嘛 今天有沒有大漲 今天一樣大漲嘛 我昨天怎麼跟你講的 甚至上個禮拜這個地方 我在觀察追蹤的時候 我也有沒有邀請你共襄勝局 到昨天這個地方 我有沒有告訴你 這檔股票它準備要蠢蠢欲動了 行情跌唷 但是各位它就是漲 昨天這個地方我怎麼講的 百變不如錄影存證 麻煩導播 絕對有啦 絕對有 你能不能夠掌握到 那才是關鍵 你錯過的 我說這檔你好好注意 打入中國移動 入氣借重台氣的技術 一同瞄準雲端市場 目前股價 今天喔 行情跌 它一樣 準備要蠢蠢欲動 就是這一檔 所以說各位 現階段還是有機會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是不是如此 行情昨天表現不是很好 但是我告訴各位 絕對有股票會大漲 重點在於各位 你能不能夠掌握到 昨天這個地方 為什麼告訴你蠢蠢欲動 我們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 他告訴你要攻擊了嘛 今天有沒有攻擊 今天有沒有大漲上來 今天他是不是就這樣子大漲上來 所以我說各位 現階段你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一個 能夠幫助你輕鬆的方法 你不是買了一大堆股票 你現在缺少的也不是股票 而是那個操作的方法 不是嗎 那你到底該怎麼做 才能夠讓你的一個方法 變很輕鬆 我說各位如果說現階段 你已經有好方法了 你就是利用這方法繼續做 如果說你覺得現階段很難操作 不知道該怎麼做 就是利用這個方式來操作 你絕對會不一樣 該堅持的東西 我一定會帶你堅持 就像什麼 這檔股票一樣嘛 我說我做的股票就是如此 對不對 跌下來我也不怕嘛 我也持續幫你做追蹤嘛 有什麼好怕的 我已經跟你表明了 我要帶你打亞洲杯 各位 這個地方受到美國股市的影響 你不用緊張 親愛的會員朋友 在往下的過程當中 修正的過程當中 我是不是請你一張都不要賣 你就一張都不要賣嘛 你相信我 你認同我的 我今天有沒有帶你賺到錢 今天漲停板 所有會員朋友 你跟著我來操作的 你全部大賺 這個地方 他壓下來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消失不見了 我是不是就不跟你講了 我是不是就不跟你談了 各位我有這樣做嗎 等一下來的時候 我怎麼告訴你的 百變不如錄影純正 麻煩導播 我 我今天也沒有辦法一檔一檔檢視給你看 對不對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子做才能夠幫到你 所以我說我開放有一端嘛 就這麼簡單啊 該堅持的我們會堅持 不該堅持的我們也會賣嘛 亞洲杯 今天也受到影響 我說我這個人做人做事向來就是如此 有什麼講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不論漲跌持續跟你做追蹤 盤中你看還是OK 尾盤你來看 他已經收十字線了 所以不怕嘛 重點在方法 歡迎再回到節目現場 各位你說是不是 重點在那個方法嘛 你有好的方法 個股呢 你看準的股票 你壓環你不會怕 對不對 今天要怎麼走 今天他就直接亮燈漲停板了嘛 目前收盤尾盤還是一下鎖到底嘛 各位你需要感到害怕嗎 各位今天漲停板最高價這個地方 是不是所有會員朋友你全部賺錢 你哪個會員朋友你按照我的指令猜招作 這兩股票你沒賺錢的 你打電話進來 你打電話進來 是不是全部賺錢 有沒有全部賺錢啦 親愛的會員朋友 所以在震盪過程當中 這個階段我請各位你稍微忍耐一下 是對還是錯 其實很多事情我當下講 你可能不了解 你可能因為情緒上的一些問題 造成了這個地方 你不知道該怎麼做 但是我告訴各位 我做人就是這麼實在 接下來我認為看好的 該堅持的我們還是堅持 我還是跟你講 對不對 我沒有放棄它嘛 我說一定會把它做上去嘛 今天有沒有漲停板 準備要再創新高了 會不會賺錢 就這一句話 你相信我 你認同我的 懂得堅持 我一定會帶你看到更遠的朋友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現階段 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手上有很多股票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我說各位很簡單 我測票一直都在嘛 持續開放遠端 讓你真實體會 什麼叫真實體會 你手上股票有問題的 我說很簡單 你在家裡 我直接派工程人員 遠端到你家的電腦畫面 你就直接可以看到了 股票有什麼問題 一看你就知道了 遠端過程我已經講過了 我強調過很多次 不會收你任何費用 你們看滿意了 你覺得OK了 那再行動 為什麼我敢這麼做 因為花若盛開 蝴蝶會自來 各位您若心動 我馬上會幫你安排 我們先休息一下 帶回來 南侃交流到一分鐘 國門第一都 力保W1 全新落成 03353-0888 11111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慎選精英招牌團隊 登上智富高峰 品封投顧穩揚財富 請速拨打轉運專線 02-2957-1111 2957-1111 秉持專業連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顧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顧優質專線 02-2957-1111 頭痛 請用五分珠 去記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牌清理窗 專業副文師倒快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牌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最佳的打鼓也是 歡迎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各位你們一定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在於說今天指數來到這個地方 然後美國股市又在高檔向季線附近做一個回撤 那現階段的操作你到底該怎麼做 你覺得呢不要買也不對 為什麼 因為很多股票又是有辦法能夠大漲 你覺得你要空 空的也不對 也不完全對 為什麼 因為還是有很多股票會大漲 那你現階段你到底該怎麼做會最輕鬆 我說我已經跟你講過很多次了各位 現在這個地方我不敢跟你保證 每一檔股票它都有五成一倍的空間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股票 短線上你只要用正確的方式來操作 去塗個7%10%那是沒有問題的 但重點在於你哪個時間點該切入 哪個時間點先該做個出場的動作 你了不了解 那如果說這檔股票你切入之後 你價差有賺到 他接下來是有辦法形成波段的 那價差這個點位那個價位你要不要賣 這問題又來了嘛 所以在這過程當中買跟賣之間 你每天都很煩惱 對不對 所以我說各位現階段 你可以利用一種很簡單的方式 我已經跟你講了 你利用這方式來做 先求價差 再圖波段 到底要怎麼判斷 他是有價差還是有波段 我說各位很簡單嘛 全部交給紅色小球 只要球還在的情況之下 你就是給他安心續報 然後抱著抱著 欸 球不斷的往上走 球不斷的都還在 那我恭喜各位 這樣股票波段就形成了 你就可以跟他大波段操作嘛 如果中間球斷掉了 你就先賣一趟 就這麼簡單 就先求價差嘛 所以這樣子的操作模式 絕對會讓你的操作上呢 變得比較輕鬆一點 絕對會讓你的煩惱 降低一點點對不對 所以說各位 現在你到底該怎麼做 利用這個方式來操作 你就會不一樣嘛 2402的一加 今天呢各位 他有沒有再度亮燈漲停板 今天他一樣亮燈漲停板喔 那這兩股票 一開始 我也不敢跟你保證 他會有五成一倍的空間 對不對 所以呢各位到底該怎麼做 我說很簡單嘛 一開始你切入之後 他的確嘛沒有立刻噴出去 也沒有波段形成啊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 各位有沒有看到 他球都還在嘛 球都還在的情況之下 你就先不要緊張 代表什麼 代表整個籌碼的部分 還沒出現鬆動嘛 所以你就給他安心給他抱著 你抱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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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出去了 再漲停了 再亮燈漲停了 是波段就形成的 你看著這個紅色的小球 他中間都沒有斷過嘛 沒有斷過的情況之下 各位你就不要緊張 那昨天的亮燈漲停板 要不要擠 不用假後啦 不用去拆他的高點啦 就交給紅色小球 他怎麼跟你講的 我們放大一點點 有沒有注意到 他跟你講我球還在嘛 球還在你就不要緊張 今天怎麼走 盤中的資料他還沒亮燈漲停喔 他球還在就告訴他不要急 不要急之後呢 尾盤發生什麼事 尾盤各位 他有沒有再亮燈漲停板 他一樣再亮燈漲停板 鎖了1300多張 所以這個就是方法 你可以很輕鬆的判斷出來 我到底是要圖價差還是要賺波段 各位很簡單嘛 有價差就賺價差嘛 有波段就賺波段嘛 看球怎麼跟你講嘛 對不對 就這麼簡單啊 那你說近期有什麼股票 剛剛開始要轉強 我行情出現震盪 我一樣不甩你嘛 我還是掌我的嘛 有沒有這樣子標的 還是有啊各位 3191的合進 有沒有 昨天這個地方 一樣漲停板 球還在你就不要急 今天他怎麼走 今天他有沒有再創新高 今天他一樣再創新高嘛 早盤這個地方 他還往下震盪一下喔 你要不要擠 你不用擠嘛 你要怎麼判斷他是洗盤 還是真的出貨 各位全部交給紅色小球嘛 球還在你就不要緊張 今天不是再創新高了嗎 華電網也是嘛 對不對 今天沒有創新高 各位不用緊張 球還在 那這個部分呢 要波段不就形成了嗎 波段形成的情況之下 你就不要著急嘛 所以利用這個方式來操作 你絕對會輕鬆 有沒有實際做給你看 我也在節目當中 直接給你做預告了嘛 其實所有動作 我該做都做了 你想要預告的 對不對 你想要看老師 預告股票 然後事後印證的 我也直接給你看了嘛 這個過程當中 你想要直接做一種印證的 我也做給你看了嘛 每天都追蹤給你看嘛 球還在對不對 隔天有沒有創新高 隔天再創新高啊 啊球沒有在 賣掉後隔天有沒有押回來 就押回來嘛 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所以各位 你要什麼 我都做給你看了嘛 你還要什麼 有沒有漲上來 一樣大漲啊 所以有一些東西 我們該堅持的 你要懂得堅持 該堅持 懂得堅持 我們才能夠看到更遠的風景啊 亞洲杯 是不是所有會員都賺錢 全部會員的 我沒有跟你再分等級喔 是所有的人 你所有相信我 你認同我的人 全部都賺錢 所以這個行情出現震盪 我們還是有股票可以賺錢嘛 那就好了嘛 這麼操作就很輕鬆了 對不對 所以說各位如果說你現在 你覺得操作很困難 還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我說很簡單 我測標一直都在 持續開放遠端 讓你真實體會 真實體會會不會很困難 各位 這是全世界最簡單的事情啊 你不用出門 在家裡 我直接透過網路 把畫面傳動到你家的電腦 這過程不會收你任何費用 你們看滿意的再做行動 好不好 因為節目時間關係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見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付投資風險 也不浪費 對 水回收利用 是美德更是功德 浪費不知珍惜 老天爺給再多也不夠用 你今天愛水了嗎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慎選精英操排團隊 登上智富高峰 品封投顧穩握財富 輕速撥打轉運專線 02 2957 1111 2957 1111 秉持專業連連得獎 加入品封投顧 讓您登上股市高峰 品封投顧優質專線 02 2957 1111 成就股市財富 分享過濾喜悅 慎選精英操排團隊 登上智富高峰 品封投顧穩握財富 輕速撥打轉運專線 02 2957 1111 2957 1111 西樓現在要打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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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花展望 五七開展 展五七 展五七 謝謝你的幫助 讓我們有一個溫暖的家 想幫助別人 卻不知道該怎麼做嗎 提醒您 多的空屋可以透過租屋服務平台 租給有需要的人喔 最高每年 還可獲得一萬多月 當年 ласти的密保采